我是神哥 在我小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扮演白雪公主的演员生病了 老师正愁不知道该找谁来替补 我自高奋勇地举手了 目的显而易见 就是吸引旁边小姑娘的注意 我也没想到 当我化身成女装大佬站在舞台上时 却受尽了各种嘲笑 包括我暗恋的那个姑娘 这件事成为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今的我是一家知名公司的程序员 年纪轻轻就已经跃入七位数 当然 别太意外 我说的是越南顿 平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撩妹 但我不怎么相信爱情 要么是浅尝折制 要么完事后拔掉走人 可以进入她的身体 但绝不进入她的生活 在哥们克里斯的新书发布会上 我见到了大嘴妹 那一张血喷打口 正是我的菜 稍微打听了一下 原来她是克里斯的秘书 听说还是个弯的 不过不怕 迟早给她掰直了 在大街上 我和克里斯朝路人妹子不断地吹口哨 但同样都是傻流氓 为什么偏偏是我装在电线赶上 幸亏我很快就醒来 基本没啥事 感觉还能继续策马奔腾 但我不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家门口 克里斯给了我一个吻 真是让我起了一身脊皮疙瘩 而我的衣柜里面 也尽是些花花绿绿的休闲服 怎么配得上我尊贵的霸道总裁风范 只能挑一身火辣的运动服 就这样穿着去上班 前台已经换成了个 给里给气的家伙 而办公室里的同事 也都是青泥色的女生 原来的老板和他的女秘书身份 发生了对调 看着这个侃侃而堂的女上子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而我很快就意识到 我已经穿越到一个男女颠倒的世界 真是醉了 咋不穿越到中国古代呢 听说那时的马车很慢 书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人 但是可以拿很多钱 呃 前提是要有钱 我还想挣扎一下 跑去装电线杆 说不定夫妇得争 可惜的是 现在没有九星连珠 愣是没发生变化 算了 人命了 我和一个女性朋友 在酒吧里买醉 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妖气 舞台上的小哥 还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把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朋友见怪不怪 一脸要扮了我的样子 时间富贵 要来干脆 正准备摸黑办事时 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原来是我浓密的羞毛 震惊了他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男人为 万万没想到 他压根无法理解我的魅力 我郁闷的跑去找克里斯诉苦 他却一个劲的劝我要懂得打扮 保持魅力 说的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克里斯和大子们的身份也对掉了 现在是他的秘书 因为老婆刚生产 要陪着坐月子 他打算让我给他代工 但是在此之前 要我把身上多余的体毛都去除了 就这样 我穿着时下最流行的西装抄短裤 来到了他的家中 对付这种女人 当然是要脱鞋了 让他感受 什么掉男人为 果然 他对我很满意 之后并对我展开了追求 但我一时无法接受这样颠倒的事情 毕竟在我的世界 我才是叱咤风云的霸道总裁 他对我所说的男权世界 好像还挺有兴趣 我的故事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我不知不觉中 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同化 行为越来越像个娘们 竟然还开始学着为他运衬衫 就这样 我沉溺在爱情的美梦之中 直到有天 一个男人找上门来 原来是 他是大嘴妹众多的男宠之一 我是绝对不允许另一般 脚踏多条船的 除非 我脚下的船比他多 当我追问他的时候 他解释说 他的心里只有我 其他人都是空气 空气 空气是必须平安 就这样 我们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不过后来 我的下半身又开始蠢蠢欲动 哎 全世界六十亿人口 我却没人口 于是就主动约他 去五星期大酒店 垂直空调 看看电视什么的 就这样 约着约着 感觉像谈了一场恋爱 后来 我主动向他求婚 他同意了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 原来他已经结婚 孩子都念高中了 我也是醉了 跑到酒吧里消遣 万万没想到 我竟然差点 被女流氓给强办了 哎 男人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大子妹跑来 试图强行解释 说她已经离婚 我们随时可以在一起 哇啦个去 你当我傻呀 一巴掌甩过去 她也生气了 我好心好意骗你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碰的一声 我俩一起倒下 后来 大子妹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正身处于 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的世界 这让她感到不知所措 而我远远地朝她招手 接下来 我要主场作战了